- 大家好,曾經的各位同志們大家好。 大家好,我今天是第三次做的小視頻,我談一下我對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 首先,有個時機的問題,解決台灣的時機和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 實踐論告訴我們,要解決我們的目的是要解決台灣的。 要有目的是過河,那就要解決橋或者船的問題。 那麼,我們現在呢,經過四十年,我們經過不斷的調整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我們發現了九大陷阱。 我們制定這個政策的現象,江澤民時代,鄧小平時代,我不認為某一個我們的領導,我們的中央,哪一個就是做錯了,就是做錯了,哪一個就是絕對的錯,絕對的對。 我不是這樣的。就像我們,我是學數學的。 那麼就是,朱明財啊,現在這個衛星跟蹤中心的主任,叫朱明財,他是我的同班同學。 還有,我們有五個同學分到衛星跟蹤,就是我們班上就有五個。 還有其他的,我們班上一共四十多個人,有五個人就分到衛星跟蹤。 就是說,我們這個學習這個數學方法,就是不斷質疑,不斷跟蹤,不斷調整,不斷在縮減,縮小這個誤差。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就是思維方法,就是根據對方的變化而變化,應變。 這個不是我們主觀一下子就,一開始就決定了,這個瞄準的是什麼,什麼那個。 就像那個,這個導彈啊,一個反導系統。 我們這個解放台湾就是一個反導系統。 就是中斷攔截,我們就如何把握這個時機,把握這個事,把握這個機。 現在是我們經過這個實踐,就總結出來這麼一個經驗。 我把我的這個不斷地調整,包括我們的政策。 我覺得呢,在這裡呢,在這裡呢,從這個,這個是2004年,我給中央寫信。 我在這裡拿出一些,我寫的這個文章。 因為我呢,是台湾信念,這個特殊信。 我這裡的每個階段的時間呢,我給中央寫的,這個寫的這個,這個建議。 但是從一開始,我就提出,和不同。 就是1998年,我就開始,這個調整了這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這個,這個這個,這個政策的一個, 我就懷疑這個政策的一個,可行性,可靠性,可控性。 我認為不可控。 就是說,我們單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可控的。 這個裡面,變化的因素,不是台灣人民的問題。 也不是台灣,不取決於台灣的任何政黨。 也不取決於台灣的人民的公投啊,表決啊。 不取, 絲毫沒有,就是說,在這裡基本上沒有關係。 關鍵的問題,這個解決台灣問題, 就解決一個主權的歸屬,最終的歸屬問題。 這個決定權,不在台灣人民手裡。 而在中國,中國這個中央人民政府,也就是在中國執政黨。 也就是在這個這個,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以及黨的主席這個,這個決策, 和美國政府,就是包括總統,以及國會。 這個大勢所趨啊,這個大勢的轉變,就是基。 沒有一個固定點,現在就是基。 就是基呢,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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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子,把那個先見,這個叫先啊,冰濟先。 這個基呢,就在於呢,這個,冰屋常識,就像水流一樣,沒有一定的規律。 但是隨時隨地,我們要把握這個事。 最近呢,楊潔篪啊,作為外交系統,就表示了,說說的這麼樣。 這個,一個不要,兩個必須,就跟美國來談這個問題。 這個對象就找對了。 我覺得現在就是,現在這個這個就是把握中賣國了。 不是和,不是糾纏的和台灣人來談這個問題。 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台灣的政黨,台灣的蔡英雄,它的任何的選舉,它就跟這個沒關係。 跟台灣這個政黨的人去,政黨的選舉,民意的選舉,哪個上,走馬燈,都沒關係。 它們的作用來說,都是,它是一個代理人。 它的代理人的幕後是美國,它是美國的一個棋子。 你跟棋子談什麼呢?隔靴搔癢。 你跟他講,做不了主的。 他跟一個,就像一個跟一個家人,跟那些不重要的人。 看一個家裡的,這個誰是長舵的人。 誰是這個家裡的長舵的人。 台灣那個是一個,台灣這個權力。 這個,我們不說那個誰的話來講, 講的誰的話就不對。 蔣介石的時候還能做點主。 蔣介石的時候還能做點主。 蔣介石的時候,李登輝以後, 鄉下,陳水扁,馬英九, 蔡英文,以至以後的都立文什麼, 這些都是,都是要聽美國這個點頭,允許。 才可以。 他走一步都要經過, 美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裁判之處。 這個批准。 這點頭。 他越來越一步都, 你看那個游錫坤, 這個就是測,經過測試。 這個我們看到的,蔡英文也是這樣的。 儘管蔡英文他們是, 會死進渾村結束來收買, 美國的政客。 收了大量,大量這麼, 從那個,從那個, 從一開始吧。 咱們就講。 從下工去,就開始, 一直都在,美國駐台辦事處駐台的人員, 就是收買美國的政客。 台灣呢,就是收買這個政客。 所以不惜金錢,不惜代價。 所以啊,就是買美國人的幕後。 所以那個,美國才是這個問題, 解決問題的關鍵。 美國要有了,真正要有了動機。 要靠著台灣這個棋子, 來解決中美關係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就叫做轉機就到了。 就叫做, 這個大勢手續就到了。 它, 我們呢, 就是採取有兩個方式。 一個要美國, 一個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的條件只有一個。 就是美國已經把它拋棄了。 拋棄台灣, 說和平統一。 不拋棄, 不拋棄台灣的情況, 只有武力統一。 而且你的武力一定要超過美國。 讓它感覺到, 這個東西挽救不了了。 現在呢, 實際。 現在就是實際。 現在就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實際。 因為現在, 這個, 中國的導彈的, 台灣問題已經在中國導彈的, 這個這個這個, 射程之內。 就是, 美國介入, 反介入, 反介入這個戰爭的可能性。 你就是, 不可能任何, 這個介入, 它除了制裁。 制裁你, 因為我們佔了一個什麼, 實際上只有一個體系。 我們就是, 聯合國這個體系。 一個秩序, 就是維持聯合國這個, 2758號決議的這個秩序。 是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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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策,這就是一個秩序,一套規則。規則就是主權你不能干涉,任何國家的主權。 外國,我的主權,台灣問題是中國的主權,主權類的事情。 這個問題,所以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跟美國。 現在奧巴馬時期沒有講清楚,沒有在實際上搞好中國的關係提出基礎來, 基礎的方案來,2009年來的,其實這個時候最有機會來談成這個問題。 但是奧巴馬當時來講,又覺得他國內的壓力, 對中國的崛起還沒有適應,沒有適應中國的崛起。 而中國呢也沒有準備好,就是和美國來平起平坐來談這個, 談論世界這個問題。 胡錦濤沒有,沒有這個準備。 就是在我們的準備不夠的情況下,提出了基礎。 所以基礎這個情況下,第一次失敗。 失敗了之後,特朗普上來, 特朗普又走到另外一個階段,就是一個導彈, 你追蹤跟蹤那個導彈,追蹤那個導彈, 調整,你要調整,你要調整它的軌跡了。 那麽特朗普的軌跡呢,又是向下,向右,向左,向右, 搞關稅,關外,他用這種方法來遏制中國的發展。 這個又錯。 特朗普呢,有一個目的是對的, 就是把這個經歷和重心轉移到這個美國這個本土建設上來。 哎,我們這個就是抓住了。 如果抓住這一點,這個就是,這個叫迎刃而解了。 奧巴馬沒有抓緊這個,美國的經濟建設,美國的本土建設。 拜登也是提出了本土建設,畫了一個頂,畫頂沖金。 沒有提出真正解決,沒有意識到如何來解決, 還以為自己能夠,靠自己的力量能夠搞一再一路, 靠自己的力量能夠,就像中國一樣,搞改革開放, 而另搞一套。 就是完全與中國不同的一個發展經濟的模式。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作為他一種自己這個驕傲, 或者在一個居高臨上,居高臨下的這麼一個概念。 所以在美國沒有解決的好, 沒有感覺到自己不可能,這個失敗之前, 他是不願意承認,不願意放手台灣這個問題的。 所以台灣他不放手,這個就不可能和平統一,只有武力統一。 他放手了,美國棄台了,這個才能可以和平統一。 這個和平統一的條件,就是必要條件, 我一直講一個數學的問題,必要條件有三個。 第一個,美國決定器材,以台灣來換取美中之間的合作和解。 這是條件第一,必要條件第一。 這個誰可以做到呢? 現在的拜登可以做到。 奧巴馬也可以做到。 就是說,這個正確的路線決定以後呢, 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就要選人。 誰能夠執行這個問題? 那麼現在拜登就可以。 因為拜登現在有個危機啊。 拜登如果他是代表民主黨的。 民主黨如果不能夠贏得中期選舉。 那麼後面呢,就是一個弱勢的總統。 他在最後這個,就叫做,就是把美國呢,就直於死地了。 他只有背水一戰。 他拿什麼來背水一戰呢? 那麼首先他想到了第一個,就是用歐盟、日本、南韓、澳大利亞結盟來圍堵中國。 讓中國呢,接受美國這個條件。 中國不可能接受。 因為中國現在不吃進一套。 這個楊潔篪就說的這話就說對了。 中國就是要抓住的一個,一個不要,兩個必須。 我們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 不是美國的體系,而是聯合國的體系。 是聯合國憲章的這個,維持聯合國憲章。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台灣你說的是中華民國台灣,那就是中國台灣。 這就是,這就是把這個,我們說的調整誤差嘛。 我們說這個,為什麼說計算數學呢? 調整這個,這個蛋糕呢? 我們把這個蛋糕切好嘛。 就切到這個點上。 我們要反倒嘛。 反倒就是要找準它的脈搏。 它錯在什麼地方? 它模糊在什麼地方? 我們把它的模糊,它的搖擺。 它的搖擺之後,我們把它對準。 它動,我也動。 它動你了,我比它,我就找準它的脈搏。 它往左動,我就往左跳的。 就像,就像一個人,兩個人都不願意過街。 一往左動,我也往左動。 你往右動,我也往右動。 這個樣子,它就無路可走。 它只有十十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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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五、四桶輪。 就像那個海軍的勢察機在台灣海峽下來。 你這必須攔截,必須把它撞下來, 就像這是這次發生的那個男人那樣。 這個就表示正在向不惜一戰。 不惜代價, тран會選擇。 所以就打到底 这个时候你有这个 你这个话算话了 你才不是像 像妈妈和小孩一样 给他一挂糖 或者是拿狼来了 才吓唬他 那不行 你必须让他感觉到 你是真的要动手 而且你确实是什么 不怕吸引 哪怕把这个 就吕啪反准行动机给撞下 有这种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的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 驴公一三精神 那你才能敢于战斗 才能打得一拳开 免得摆拳来 这是一个必要朝鲜 美国他知难而退了 把台湾放弃了 因为台湾在第一岛链上 毫无作用 就像一个长城 长城现在起不到防御 俄罗斯的作用了 他那个形同虚设 台湾这个 两千三百万人 这个台湾 你再民主 再独立 再脱力 再脱国 再反动 他起不了任何作用 他对 遏制不了 中国这个 推起这个作用 所以台湾的作用 丧失了 所以美国 没有使用价值了 所以美国就会放弃 就等于说 你这个人已经废人了 对不对 我要你干什么 对吧 你蔡英文也好 你干什么 你现在除了一点 有用的就是 你把你的厂子 整个搬到美国来 搬到美国来 再用美国的新的生产令 参加美国的建设 我把你这个人 还当成了一个 台湾关系法 一个内政关系来处理 是吧 这个台湾问题 我们不能单纯的看成是 看成是一个 中国的内政问题 这个手 这个美国这个手 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手 还有这个 这个生手 解决台湾问题 最终是必须要 这个必须要武力统一的 必须要解放军 要过海驻军的 为了闯到这个条件 必须美国要放手 这个东西 这个台湾干涉这个权利 让他不得已 不得已 而且他要放弃呢 他能得到好处 他不放弃呢 他的损失要大于 他得到的好处 这个就是根据美国的对策 来选择我们的最压 最优方案 这个就是博弈 纳斯博弈的一个 这一个博弈的纳斯陷阱 这个纳斯陷阱来讲呢 第二个必要条件 就是奥巴马 我们说奥巴马 特朗普 他们也看到 台湾的这个价值 没有 再没有可使用的价值了 特朗普看到台湾 它是一个比尖 这个特朗普的判断是准确的 台湾和中国大陆比 它就是比尖 对啊 他可以舍弃 他不心疼 奥巴马呢 对台湾呢 认识呢 他认识到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核心问题 这个叫应许之地 他说这个应许之地 他写的回忆录啊 说的很好 这个字啊 这个应许之地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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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圣经上的一个一个典故 我们不去讲这个典故了 台湾就是应许之地 美国的应许之地 就是台湾就是 美国答应这个土地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国的土地 但是这个美国呢 保护台湾的人民 作为人民之间的关系 有这么一点尾巴 所以你就要把这个蛋糕切下来 把这一部分台独的人切下来 最好是一 中国不要去留 去可怜那个蛇一样的 那个农夫 农夫和蛇一样的 不要可怜那个冻江浪的蛇 千万不要 这个有这个富人之心 就化僵而至 再搞一国两制 留过台湾的 再留过香港模式 不必要 没有必要了 再没有必要搞一国两制了 一国一制 所以这个 这个人词啊 那个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辞官啊 当兵的辞帅 就领不了兵 打不了仗 要讲革命进行到底的话 就是革命上的 同时这么去努力 这个 就是台湾问题 一定要掌握的 这个操制在我 这心 操制在台湾的那些 台独分子 独裁分子手里 说衰 绝对不要去 迷惑这个民主啊 自由 人权这个事情 他们可以去选择 民主人权 自由 到美国去 这个是最好的选择 而美国也是最好的 改造台湾人 这个民主自由观念的 修正它这个民主自由观念 它叫one nation indivisible 这个观念的一个最好的学校 而不是中国大陆 他们留在中国大陆的 中国大陆也经商也好 留在中国的台湾也好 都是一个害群之马 都是一个瘟患 就伴随着将来的经济发展 随时都可能发生了一个 癌细胞 所以就发作了一个癌细胞 这就像日本人在中国办学校也好 将来一旦冲突打起来 每一个日本人都可能是一个间谍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就是要有一个 这是美国人教给我们的一个 敌情观念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也是一个第二个必要条件 就叫和平组一的条件 是美国放弃台湾 逼到美国放弃台湾 舍台和中国准备一起来建设 这个美国的基础建设 因为美国搞基础建设的现在的力量 规模和技术准备 人才准备不够 他一定要找中国来合作 和日本去搞基础 和日本啊 欧洲啊 南韩啊 还有其他的任何 那个澳大利亚 来谈这个建设 如何来建设 那个美国的一带一路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 他们的资源的准备 没有这样的条件 没有中国这样的基础建设的能力 包括印度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一个统一管理 一个团队 一个整合的力量 所以呢 他美国不具备 所以我们看清了这个目标 美国一定会 我这个叫T2 idea 美国一定会有求于中国的 有求于中国 中国就让他必须放弃台湾 这个是 达到这个目的 就叫 一个不要 两个必须 一个体系 一种秩序 一个回首 那么这样的问题 台湾问题 就有了和平解决的曙光 这是第二个必要条件 第三个必要条件 时间啊 时间啊 就是舞台 习近平呢 本来应该在二十大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习近平啊 这个主席 你心里要有 多少是 重来急 一万年太久 只增朝夕 你皇帝不急 太前急了 白用 就像我们这样的太前 有什么 没有用 啊 你自己的 你把这个 这个时间表 越往后拖 越往后拖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对中国的统一 是 一千个不利 一万个不利 为什么呢 你拖到2024 你第二个 第三个任期已经到了尾期了 人民对你的信任 对你的第三任的信任 就已经到了忍无可懒的地步了 就包括二十大 大家都认为你是在违反党的纪律 因为你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认清这个和平统一国两制 你2019年发表的和平统一国两制 还在这个融合的概念 你没有抓到一个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是 不是和台湾人民去商量 台湾版的一国两制 而是抓住和美国去谈 一个不要 两个必须 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 只有一个中国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代表中华民国 只有台湾没有主权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能够代表 台湾人民主权 只有中华人民解放军 在台湾行使 才能够行使主权 这个才叫做CLEAR 这个才叫必要的条件单 这个附加的附加条件 这是我讲的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 美国 美国要舍台 核中 第二个 就是说 拜登 拜登 要有危机感 直于 直拜登于死地 直于死地而后 他要想连任 他要想挽救 那个时候 只有这么一个机会 只有这么两年的机会 所以这个两年机会 就是他最后的武裁 没有什么2004 2008 你等到2004 他下台了 你不要 不要给他在存在 存在以后 存在到 幻想到特朗普时代 特朗普时代 是另外一章 特朗普 也有特朗普的问题 特朗普也要挑等 他也会 互左 互右 对华政治 他还会摇摆 你看一个 拜登他对中国的态度 自不一无一 就是一个摇摆 有一不一 有一不一 他这个十个铸 十个驻手 七鼓八下 就有戴奇一个的族裔 艾伦一个族裔 这个沙利文一个族裔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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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尼布林肯又是一个族裔 所以这个里面还有幕后的 不过奥巴马呀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克林顿呢 这些都在 因为民主啊 这种就是一盘散伤 谁都可以说 谁是谁 谁最后人多 谁就是大 而不是去讲他的民主 去讲 发现谁是真理 掌握真理的人 是少数 包括在中国 真正看到这个 台湾里的本质的人 是少之又少 就连邓小平这样的呢 在香港问题上 就是说 主权问题不可以谈 这么清楚 这么可烈 这么坚定一个 一个一个军事家 指挥家 战略家 在台湾问题上 还犯了一个错误 像台湾问题一样嘛 台湾的主旗不可以谈 二七五八二军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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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那个天空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问题 邓小平没有发现 邓小平没有找到这个本质 所以他没有那个底气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 就是中国台湾 就是中国台湾 那个时候李登辉 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 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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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国人民没有这个统治过 占领过台湾 没有占领过法律占领过的呀 那欧国决议已经 判给你的 没有占领 法律上已经诞成 你必须要 中国的解放军到台湾去 这个不要去听他的信口释放 这个法律 一旦判给你了 就等于法律 这个你离婚也好 我这个房产呢 这个孩子什么都派给你做大陆了 你还要让他讲 你没有那个 那个 付出什么 没有付那个付养费 你没有那个 盖这个家庭 家庭 你没有签合同 这个问题都扯淡 你只有中国人民 你占领了 你占领了 你用武力来占领一号 你必须要有这个强力 强制力 法律就是用强制力 你去跟他谈判 去跟他进行国主兵 没有谈判的余力 你就像你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执法人员和被执法人 就本来就是一堆矛盾 这个问题呢 就是 我讲的这个 第三个就是 不是别人 不是江泽民有什么意见 朱镕基有什么意见 你不能原来 而是你自己对自己的 有法律给你的责任 法律 毕竟你在任期内 必须完成这个 国家统议 而你没有完成 就是说 如果政府不能完成任务 这就是政府的责任 就是你习近平的责任 就是你习近平 这个团队的责任 这就是法律 这法律的规则 就是我们说 这个世界上 对美国人说 是一套体系 一套规则 一种秩序 我们对自己 在国内来讲 也是这么讲 只有 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这个 这个 不能 这个国家主席 不能够超过两任 这个是我们 一般的规矩 除非特殊情况 就是战争状况 就像 罗斯库这样的一个 一个 遇到这个 這個世界大戰戰爭在進行時 這個可以 那麼現在就是戰爭進行時 現在進行時 你要準備動手了 現在我們具備不具備動手的條件 已經具備了 軍事上 我們已經可以把敵人 藉著在完成這個巨子了 第二個 烏克蘭戰爭 已經給我們打響 作響一個模式 叫做非戰爭軍事行動 這個軍事行動 我們要形成式 還有一個形成法 這不是敵人不會自動地去主立書 你在什麼情況下 在你已經動手在包圍了 你就在像你7月1號 8月1號 8月1號你就去 八一監軍節的時候 九三大勝利的時候 你就宣佈這兩個節點 你就宣佈對台海進行 進行 直方台灣戰役就開始了 就開始包圍 這個就叫做雷力風行 這個叫做立竿劍行 這個叫做一個體系 一個必須 一個秩序 一套規則 這個時候跟誰談 不是跟台灣來談 這個時候你形成包圍 你是圍而不打 這個圍而不打的時候 誰就出面了 美國就出面了 拜登就出面了 奧巴馬就出面了 這個原因 他們不出面解決這個問題不行了 他們要 他們不行他們要維持這個台南關係法 這個時候把它逼出來 引蛇出洞 這個時候和美國來談 這個時候美國就 才能夠做到棄台河中 就像沈蘭世紀一樣 打到這個一個爛攤子的時候 他才可以說土地換和平 現在我們就跟美國來談 土地換和平 你把這個台灣那個土地 主權那個土地交出來 我讓台灣這些 你可以帶走任何人 台積電也好 那個什麼 那個台灣人民 可以跟著美國走 和平 這就叫和平 我給你一個和平退路 就給你一個留出一個 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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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留出一個 那個什麼 給你留出一個陽光道 你走 送你走 笑臉先生笑臉 台灣人 所有的台灣人 所有的台灣人 到了美國 都是對美國 對中國來說 都是大好事 因為他傳遞了中國文化 他去參加了美國的建設 他去首先 他去適應美國的建設 他哪怕在美國 怎麼樣受寵 他哪怕 除了一個台灣的 什麼總統 都可以 那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個 一個 一個亮點 因為台灣的 融入了美國的文化 但是現在還沒有 現在他 還談不上 所以這些台灣人先走 讓他們先走一步 就像過 4600年前 那個 中國的 那個私遊 這個中原大戰 那個打敗了之後 就開始往 那個東東四上 就到往南 南北走 那麼 就現在逼著他走 這個 我們其他的都是廢話 這個是解決問題的 台灣問題的 一個叫P know how 就是know how 就是我們該解決什麼問題 就該解決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說 第一個條件 就是逼合 以武逼合 然後呢 就是維爾 維爾 維爾不打 或者就維爾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把它封閉起來 封閉起來之後 它就會荒 島上就會亂 亂了之後 這個美國就會出手 其他歐洲國家就會譴責 就會制裁 不管 這個時候 我就跟誰來談 只有 現在我們就拿出聯合國的一套規則 一種諮詢 一個叫 你們學題材 拿著法律的依據來 對吧 你拿出這個聯合國的憲章來 誰代表裁判 對吧 你這個問題解決了 你們哪一個 哪一個 澳大利亞跳出來 就制裁澳大利亞 你制裁我 我制裁你 一報還一報 這個叫絕不手軟 就是不惜一戰 就和你這個不惜一戰 不惜代價 不計成本 不二選擇 那麼這個才叫做 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第三個 這個時候 美國就一定會出面 現在是引蛇出動 打草精蛇 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今天這個階段 就叫打草精蛇 敲山震虎 今天是虎年 叫敲山震虎 從什麼時候開始 不是從明天後天 是從今天 我的話 講完了 你們去想一想 我的話 是不是有道理 這個機會 機遇 機遇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而不是等來的 你習近平你不去創造他 你再去等來 是等不來的 機遇都是創造出來的 我今天是講的第三個視頻 我還一會兒 我再吃完飯 我還想第四個 就是和 我們怎麼和美國來和 我們有一千條理由 把中美關係搞好 這叫T T2 Idea 我既然和你紅了臉 但我也可以跟你做朋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美中關係 就是這樣的合作性中的關係 在打打談談 談談打打 然後在我們參加美國的一個 將來為參加美國的貢獻家園 這個建設 我們把 還不但 要真心實意的參加 還真心實意的 幫助奧巴馬 米歇爾奧巴馬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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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他們 成就這個 中美合作這個事業 你只有成就別人的時候 你才能成就自己 先成就美國 你才能好成就中國 如果他們成就了 他們2024年到2028年 又可以連任了 美國人民看到了這麼一個成績 他們看到了願景 選民都是鼠目瞳光的 民可使之之 不可使由之 他們看到這個 才能把選票給拜登 才能把選票投給奧巴馬 奧巴馬呢 將來我們就把它培養成 中美之間的新的基辛格博士 這樣子來講呢 這樣子來講 美中關係有了政治基礎 有了合適的正確的路線 有了以後 還有正確的人產 人產來維護這個秩序 維護這個體系 維持這個 維持這個 維持結構 不確定這個結構 兩難選擇的不確定結構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 今天要做的一個know how 要做的這個解放裁判的 一個及時的準備 我們這一代人 你等到威風和下一屆 下一屆 那怎麼能行呢 你等到習近平將來 將來交流權 自己已經老太隆隆了 像我這樣子了 對吧 那怎麼能夠 你現在習近平不但要解放裁判 還要解決解放裁判以後的政權的建立 怎麼來建立這個國家統一這個秩序 怎麼來消除這個台獨製造的這個 去中國化這個十幾年製造的惡根 就像改造中國 改造舊中國一樣 在舊上海一樣 還要把梳立一個 迷紅弄下的哨兵 你怎麼來建設一個新中國的一個秩序 那個時候還要有四年了 所以你最多有兩屆嘛 你兩屆 你這一屆 你現在就是二十大之前就要解決台灣問題 就是7月 我記得7月1號 你參加了這個這個這個 你明天去參加那個25周年 那個那個香港回歸 那麼8月1號 我們說好了 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 成立的宗旨是什麼 就是解放台灣嘛 你沒有解放台灣 那就是嘴炮嘛 你說一千到一萬 你沒有 你再怎麼武器再怎麼精良 再怎麼那個反導的 你沒有實際行動嘛 你必須拿出實際行動來 還有九三 看看紀念日 這個都是維持 國慶節那個這個做準備的 我們在這個期間呢 進行了軍事行動 那麼這個時候 就能逼著 誰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台海就真正出現了 台海危機 台海危機出現了 誰來解決呢 解決危機 奧巴馬就可以來北京 來磋商了 特朗普這個時候來北京沒有用 你看 特朗普呢 他不代表 他不代表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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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美國的這個 那個權力 不辦的 我原來呢 我曾經呢 設計過奧巴馬來參加 特朗普來參加東奧會 但是 東奧會之後 那個 特朗普有他的選擇呀 我想他的兒子 這個我就 我做過這個策劃 這個策劃失敗了 這個失敗也沒什麼 這個對我來講 我後來總結這個策劃 當然我如果 那個那個 那個 東奧會來 那也不好 因為 在美國就形成了一種 他已經沒有公權力了 他不代表公權力 在說跟你私下 跟你美國 跟你中國又好 就像 那個 那個 東奧跑到台湾去 要這個 就鼓吹台中一樣 他是單方面的 沒有公權力的 一個形象 和影響力 所以呢 還是 特朗普的作用 要等他上台以後 他 2024年 如果拜登 如果 因為他也給拜登有壓力 拜登 那個 不能搞好 中美關係 不能解決這個 中美關係這個 平靜問題 台灣問題 按照一個規則 一種秩序 一個 一個 一個體系 你能完成這個 台灣的一個 你捨裁 把台灣這個主權 你不是你的 美國 台灣關係法的 這個 這個權利嘛 台灣關係法就是 1979年 1月1號以前是中華民國 1911年以後 中華人民共和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嘛 台灣的關係就是一個 台灣的土地就是中國的土地 台灣的人可以到美國來嘛 就是這麼一個clear 你把那個蛋糕 把台灣那個 台灣關係法的蛋糕切好 就像那個大老婆 二老婆 三老婆 怎麼分家產一樣 你把它分好 這個就叫做 一個是分割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就是 它是導彈 就是 破壞你中國崛起的那個導彈 攻擊你這麼 而你呢 是採取的反導 怎麼攔截 這個就是一個體系 你用這個一個體系 就不能再用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因為你強調和平統一 你怎麼能使用武力啊 你現在是戰爭狀態 你怎麼能說和平統一啊 這個就是鄧小平的 大家知道 這個一頁張目了 對不對 所以說 一個中國的原則 你現在九二公司 不要糾纏這九二公司 也不要糾纏和平統一 也不要糾纏一國兩制 根本不要去執行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的香港的給我們的一個 一個教學 到此為止 就是一位 你現在的主權操支在誰 那麼誰就能有權 你操 那個 你操支在台灣 操支在港獨這個手裡 這個教育問題 你還要做很多的工作啊 你把政權 還要怎麼建立政權 怎麼來鞏固政權 怎麼來建立一個體系啊 這中華人民共和是一個體系 一種秩序 一套規則 你要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要有這麼一個國家的規律 要向美國學習 美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反對這個分 這個南北戰爭 就是國家的分裂 台灣就是這個 台圖就是這樣的一個分裂勢力 就是南方集團一樣 要從這裡的總結經驗 要向美國開放 不怕美國人到中國來辦學校 提供一些 他哪怕 但是有一個條件 不允許他來辦宗教 不能搞那個傳教士 因為 因為中國 我可以辦學校 但不 在學校裡頭 你可以做這個 什麼事情 但不可以來 進行那個 宗教來傳播 因為這個 中國是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講究這麼一個 一個體系 一種秩序 一種規則了 你要跟他講明白 他願意 那麼就到中國 可以來辦學校 哪怕起一個名字叫 特朗普大學 或者叫做 或者 叫做 拜登大學 或者叫做 米歇爾大學 或者叫做 奧巴馬大學 這個都可以的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叫做 文化的交流嘛 融合嘛 你要讓中國人 去慢慢了解美國 美國的文化 也有很多獨套之處 要向美國學習 中國正是因為 改革開放 向美國學習 所以我們才有了今天 我就是在這種 中美合作的 在基礎上 成長起來的 才對美國有信心 對中美合作的 T2有信心 你相信了這個信心 也相信了自己的人民 同時也相信美國人民 那麼這個 我們中美關係 明天會更好 謝謝大家 這些資料 我將來都把它 復印起來給這個 給這個大司法 給這 復印一份 謝謝